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每週四都會更新 精品咖啡的一些相關的小知識 或者一些新的器材 所以如果各位對精品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要幫大家開箱的是這個 泰摩的B75的蛋糕濾杯 可以看到它不是一般的錐形 它是蛋糕杯 那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金龍濾杯 那我每次都覺得說我應該要水下去 你就會有龍啊 會有仙女啊 對不對 那其實是因為泰摩跟中國大陸的一個咖啡選手 叫做李金龍合作的濾杯啦 所以叫金龍濾杯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叫它B75好了 那大家可能聽起來比較習慣 那B75這個濾杯它的特色就是 它用的是蛋糕濾質 它的流速會比一般的蛋糕杯 譬如卡莉塔的蛋糕杯 流速會再快一點點 所以整體來說它不會很厚重 算是蠻清爽的 但是它的風味上面有幾個要注意的部分 我們邊沖邊跟大家講解 然後我們沖完以後 學長還有跟大家講一下說 這些蛋糕濾杯 它跟錐形濾杯的差異 以及一些注意事項 首先我們濾質的部分 這次我使用的是泰摩它自己的原廠濾質 那泰摩原廠濾質這次做的我覺得很不錯 主要是它的香味算是不太明顯 算漂白得蠻乾淨的 蠻舒服的 那相對於我們傳統以前用的 就是卡莉塔的這個蛋糕濾質 它的紙漿味我覺得蛋蠻多的 這個情況之下呢 如果你要沖或不沖 我覺得都可以 我自己是覺得可以不用沖了 我沒有喝到紙漿味 好 濾質放進去 然後呢 研磨度的部分呢 我用的比平常還要再細一點 因為它的流速蠻快的 像如果你平常用的是小飛馬 5.5到6左右的話 你可能要到5或4.5 那小富士呢 我自己試用大概4到4.5之間 OK 好 那把粉倒進去 水溫90度就可以了 不用用特別高的水溫 然後把它拍平 好 首先第一個注意事項是悶蒸的部分 悶蒸的部分注意喔 它不是錐形濾杯 所以呢 你不需要在正中間停留太久 而是內圈跟外圈一樣多的水 正中間給水下去 然後呢 順順的不停留就往外繞 然後繞到最外圍 然後呢 再順順的繞回來 好 40cc OK 內外圈給水一樣多 不需要停留在哪個位置 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一個平底綠杯 粉層的厚度是一樣的 所以呢 一定要內外圈給水一樣多的時候呢 它的粉層吃水會比較均勻 這是蛋糕型的濾杯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注意事項 像悶蒸的時候 內外圈的給水一樣多 OK 那悶蒸時間一樣30秒 不用特別多 然後呢 我們就進行第二段 第二段呢 我們用小水 這一段特別注意喔 學長在設計上面呢 是用小水 一樣是內外圈一樣多 所以你不用特別把水停留在正中間 就直接往外繞 最後繞回來就可以了 就內外圈交叉啦 就均勻就好 然後就使用的是小水喔 小水 然後大概給到150到180之間 好 150 小水 OK 然後呢 這段流完以後呢 我們後面一段還有150cc 這段的給水 我們要用比較大的水 那這個設計的部分呢 學長跟大家講 它的填感會特別的顯著 一來是因為蛋糕濾杯 二來是因為我這個手法 後面我們再詳細講一下 好 等到全部流完的時候呢 我們再給最後一段水 第三段水 水放大一點 一樣從正中間開始 放大 然後呢 一樣順順往外繞 不要停留 不需要在哪個地 定點停留 往外繞到最外圍 再回正中間 就順順繞就好了 慢慢的不要緊張 然後呢 再回外圍 反正就是內外圈一直交換就對了 然後給到300cc 手 OK 這一段你會發覺說 我的水位呢 好像會淹到濾子的最上圓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給了蠻多的水 那這一段的流速 其實比想像中還要再快一點點喔 OK 所以呢 不要淹過濾子就好了 貼到濾子的上半圓 是很正常的 那也是因為 我們刻意讓我的水位淹得比較高 它整體喝起來的甜度 會特別的顯著 會喝起來很甜口 那你會一直覺得甜甜甜喔 非常的過癮 這個就是 學長對於這個B75濾杯 它的沖髮上的設計 可以讓你的甜成為你的主要印象 然後整體流完的時間 大約是2分40秒左右 這個時間點呢 我覺得相當的好 因為一來我的研磨度是比較細一點點 二來呢 我的分兩次給水呢 它讓它有足夠的時間做浸泡 好 大概2分40 2分45秒完成 我們邊喝邊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沖髮的一些細節和風味好不好 因為呢 其實蛋糕濾杯呢 它本身的層次感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們盡量呢 要把那個中段就是甜質的部分 做給它煮啦 它喝起來就會比較有意思 而且很有支撐力 然後剛剛的沖髮大家有注意到嗎 我們悶蒸當然說了嘛 我們就不要內外圈都一樣多 那第二段我們刻意把水放小 因為這個時候呢 我們粉塵裡面它有很多的空氣 它整體流速呢 是會比較快的 但是所以如果我們在 剛開始就給大水的話 容易太酸 它流速很快 所以用比較小的水 讓它往甜度走 然後第二段呢 這個時候呢 它的空氣已經排完了 所以呢 流速會變慢 所以這時候最後一段呢 我們再給大水 讓它的流速再飆快一點點 就會往甜質走 所以第一段往甜質走 第二段也往甜質走 這樣加起來 你喝起來就會很甜了 在這個B75濾杯的 搭配這樣的手法呢 你會得到一杯甜度啊 乾淨度都非常好的卡杯 簡單但是呢 卻很容易讓人家喝起來 覺得舒服度很高的 了解完沖髮跟風味以後 我們來聊一下 那這種濾杯 蛋糕濾杯 或者是B75濾杯 它對於它的錐形濾杯的差異性 是什麼呢 那一般來說呢 這種錐形濾杯 它的很 主要特別的地方 就在 它的中間的粉塵很厚嘛 對不對 外圍的粉塵很薄 但是呢 這種蛋糕型的濾杯呢 它是內外的粉塵 是一樣厚的 所以呢 它們在整體的流速的部分 就會形成說 如果我在布水的部分 我沒有好好認真布水的話呢 我很容易在錐形濾杯 就布水布的不均勻 因為面積跟體積有差異 所以你看到的部分 其實不能給那麼多水 但是蛋糕濾杯可以 所以在難度方面呢 蛋糕濾杯的難度 比錐形濾杯 低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的話 你其實剛開始入手 這種蛋糕濾杯 你是很愉快的 因為你很容易就成功 但是呢 也因為它本身呢 粉塵是均勻的狀態 所以在給水的過程之中 我的粉塵它也不太容易有一些變化 那流速很均勻 它本身呢 因為簡單 然後規律 所以你要做出很特別 很 有個性化的風格的話 是比較難的 OK 所以這也是它的缺點 就是它本身 你要做很特殊的風格比較難 但是呢 也因為 難度的關係 如果你是個技術不好的人 如果你做失敗的話 它的難喝的承受度呢 會比蛋糕濾杯高非常的多 換句話說呢 錐形濾杯它就是一個高風險 但是高報酬的一個濾杯 技術好很好喝 但是蛋糕濾杯呢 是個低風險 但它的最高分 可能也比較難啦 你如果想要達到很高分的話 你可能還需要更多更多的技巧 OK 所以這個是錐形濾杯 跟蛋糕濾杯 它最大的差異性 因為粉塵 因為它的流速的均勻性 而造成的兩大差異性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推坑朋友的咖啡玩家 我覺得我想要介紹朋友一個 我買下去 它比較不容易氣 可能容易成功的濾杯的話 這種蛋糕濾杯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它比較容易嘛 那如果你是一個老手玩家 你錐形濾杯玩多了 我想要試試看 比較均勻的風格 比較簡單的風格 比較可以表現豆子原生 原本味道 而不吃手法的風格的一些 調性的話呢 玩一個蛋糕濾杯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會打開你的思維 讓你會覺得原來 我簡單沖煮也可以沖出這種味道 其實也是不錯的一個方向 所以需要蠻鼓勵大家 如果你平常是只玩錐形濾杯的話 不妨去試試看別的系統 譬如說T型啊 或者是說像這種蛋糕 對你的沖煮的升級來說 是會很有感受的 OK 那以上就是關於B75濾杯的一些內容了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學長就會來回答你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